SpaceX在放了很多次烟花后 终于成功地掌握了精确回缩火箭的技能 每次在看到那个有15层楼高的吸管子垂直降落在圆形的靶心时 都有一种十分魔幻的感觉 这也让我非常好奇 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 先说结论 总结起来无外乎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要有丰富的驾驶经验 另一个就是要开上设计精良的火箭 下面我们就来展开 从菜鸟熬成老司机 你需要多久呢 Ilon Musk教出来的答卷是4年半 这一切都源自于一枚叫做炸猛的火箭实验器 从2012年下半年起到2013年的秋天 这款大致模拟猎鹰9号第一机尺寸 装着梅林EC发动机和固定支撑脚的火箭 一共发射了8次 从直空3秒增加到直空79秒 从直人勉强升升到特朗普头顶 一路延伸到744米的高度 这就算是取得了第一阶段的成功 到了第二阶段SpaceX就开始把炸猛 改的几乎跟真正的019号差不多了 用新一代的发动机装上可收放的直升脚 顶部也加上了控制姿态的隔三 从2014年4月到8月 这个被称之为F9R-D1V1的火箭 一共飞了5次 最高飞到过1000米 并且几乎都成功了 只是美中不足的是 在第5次实验的时候意外放了一次烟花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炸出来的也是惊艳嘛 实验火箭正好没了 那咱就拿真火箭来飞呗 于是SpaceX的可回收火箭实验 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用真正的火箭 利用每次实际的发射任务来进行测试 这个阶段就有点像是 你学车之后终于要上路了 之前在机器上模拟驾驶的载豪 在家校场子里圈圈绕的载顺 一上大路都不一定零 SpaceX也是这样 从2015年年初一路炸到了2016年的春天 才最终让自己的恋英9号 稳稳的立在了海面回收平台上 终于算是把经验值都攒够了 于是接下来的路就顺利多了 2017年火箭回收成为常态 2018年除了回收成功率 保持在百分之百外 着陆精度更是提高到了10米以内 要知道这项指标在5年前可是10公里 所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SpaceX 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会回收火箭的 这就是第一个原因经验 第二个原因呢 让我们看看恋英9号身上 到底装备了那些黑科技 才能让它从大气层边缘精确的 返回到着陆点呢 这里主要有六个 第一个就是采用了推力矢量技术的发动机 所以推力矢量就是指发动机 所产生的推力的方向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你是个军迷的话 应该已经很熟悉这个东西了 在如今的战斗机上 它都快成标配了 推力矢量能够极大的提高战斗机的机动性能 对于像恋英9号这样 需要华丽转身 有着高机动性要求的火箭来说 这个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就是位于火箭第一级顶部的 八台冷气推进器了 它们靠喷出氮气产生的反作用力 来调整火箭的姿态 尤其是在第一级和第二级刚刚分离时 转身掉头就靠它了 至于谁还能把它玩出新高度 那就得要数瓦力了 第三个很重要 就是可以重新点燃的主引擎了 当恋英9号到达分离高度后 第二级火箭点火继续把载荷送上轨道 而第一级火箭的发动机呢 则熄火 接着通过冷气推进器 将姿态调整为底部朝下 开始不再爬升而是落向地面 重新进入大气层 此时为了减速进入大气层 以减少摩擦对火箭表面的二次损伤 九台梅林发动机中的 其中三台又会重新点燃 推着火箭好让它迈一点下落 之后会暂时关闭 接着又在接近地面时 再次开启进一步的减速 直到最后把火箭温柔的放到回收平台上 第四个就是装备在恋英9号上的 惯性导航和全球定位系统了 惯性导航系统会使用多种传感器 来测量火箭的位置 飞行方向和速度等信息 而全球导航系统则会不断地 收集火箭的地理定位信息 这些信息都会实时传到火箭的电脑里面 并跟预设的飞行路径进行比对 如果有任何的偏差 电脑就会及时地对火箭的方向和速度 做出调整 用什么来调整呢 刚才说到的可以随意开关的引擎是一方面 推力矢量是另一方面 还有被瓦力玩得很溜的氮气推进器也是 还有吗 有的 正好是我们要说的第五个 就是同样位于顶部的隔山旗了 还记得吗 这在SpaceX的第二阶段可回缩火箭实验中 就已经用上了 事实证明非常的有效 四个活动灵活的太子隔山旗 可以在火箭重回大气层之后 有效地利用空气动力学 来精确地控制这根管子的降落姿态 为10米精度提供了最佳的保障 那么第六个就是可以展开的支撑角了 不要小看它 因为临门一角决定了胜负的关键 它们使用碳纤维和铝制成的展开之后 跨度达到了18米 并配有特别的缓震器 来减少硬着陆时的冲击力 整个系统加起来才不到2100公斤 真的是又清又结实 还又好看 不得不说 Elon Musk有的时候 确实是扮演了一个造梦者的角色 一次次地把我们的想象力 推到新的高度 希望在未来惊喜不断 我是火箭书 关注让你爱上科学 阿姨